疫情对台湾的影响 真的是不是非常的大 有疫情感染的人 身上必须佩戴一个专属的手机 然后让政府能够找得到他们 所以我相信整个政府在非常的早期 就做了整个大量的防护的动作 在台湾呢 我们大概有超过接近70万的客户 包含政府大企业 将近有60万都是中小企业客户 所以东南京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追随云端科技的发展 然后把比较好的云上的服务 做一些整合标准应用等等 然后提供给这个中小企业 让他们快速的衔接在这个新科技上 然后可以专注在他的本身事业的发展 中央电信其实在过去累积了二三十年 协助台湾的政府或者是企业 在这个Digitalization的部分的发展呢 给我们有了很好的能力 我们其实跟全球的大的科技公司合作 像VMware、AdaBest等 在中华电信的转型计划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广结盟 所谓的广结盟就是因为在5G的时候 网路已经这么的快速发达 而我们需要连接所有的设备或者物到这个网路上 所以结合台湾的这些非常国际化的制造业 跟他们的设备 然后更了解所有客户的需求 跟大家一起合作 能够在这个5G上的网路呢 做出新的解决方案给全世界的客户 运用这些科技呢来服务人类 甚至保护这个地球的永续发展 一定是一个大家共同的目标 那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朝这个目标努力的前进